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雙著一刻》 今天很開心我們請到周兆祥博士 和周可帆小姐 其實你也是博士來的,我記得嗎? 不可以,不是博士來的 周可帆小姐 我們今天是三代同堂 我們剛才計算過,原來長哥帶我15歲 我帶著可帆17歲 我們都是新心靈界 然後我們發現,咦? 我和長哥發覺,可帆說的話 我們開始不太明白 有代溝 今集我們就由三個不同的,很近的年齡層 去講一下這個靈性上的東西 我們主要的題目就是 第一就是工作,工作上的東西 第二就是這個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 Family energy和Musculine energy 第三,你會說一下這個土地 是嗎? 是呀 不過說實話,新心靈界的人 都說說說不知飛去哪裡 大家追到多少就多少 哈哈 好了,我們熟到我連水都不記得給你們 通常會有杯水喝一下 哈哈 好了,我們說一下work 有什麼好說呢?工作上的東西 爸爸好笑,都要說 由你帶到挖長哥 我發現自從我做了老闆之後 就很痛苦 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同事 和來了的同事 是兩種星球的 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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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蜜蜜 我先說一下爸爸 那一代 他是怎樣呢? 那時候就沒有人到大學 好笑就少 好笑的 那你就讀完小學或中學 就出來工作了 那譬如你進去一個公司 你可以由譬如十六七歲 立刻就讀到我到五十五歲 六十歲 那時候我爬到哪裡了 每一年就是increment 多多少 那時候退休呢 我那份退休金是多少 每一天呢 我搭電車由這個站 搭到多少個站 上班 四點九就關燈 鎖了一些東西 搭到五點就啪 到門就有燈 四點九 就是這樣 那我搭回那幾個站 回到家 五點九回到家 那有剩的時間是我的 回到五天半那一隻 這樣了 這樣做了一輩子 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 就是終身學習的 因為你做會計也好 做什麼都好 你就是一輩子都做過那些東西的了 他那一代就是這樣的 那到我們那一代呢 就開始變了 現在這一代剛剛相反了 世上是沒有長工的 我跟你簽長約 長工都不permanent 都不什麼的 因為分分鐘 又有一樣的down sizing 你又裁了你 或者是merging 你公司被人買了 你整個department 沒有了 是不是 就是 變成了 就是一件事 就叫 security 和 loyalty security security就是 以前我不用擔心 明天沒有份工的 現在所有人都擔心 明天沒有份工的 即使你有長工做 會的 之前是 你會沒有了那份工 還有呢 就是 就是 就算你現在是無風無浪 真的六十歲退休了 你拿了MPF 都過不了勢的 因為你分分鐘 一個金融海嘯 什麼呢 我那年拿MPF 就拿少了成二十幾% 剛剛就是金融海嘯 那一年 譬如這樣 就算拿了 你現在當成一千萬 你就過不了勢 譬如這樣說 那 以前呢 我聽說 日本呢 那些公司 不炒人的 不炒人 沒有人跳吵的 即是說 你爺爺在三零 你的孫子都在三零 如果你過去隔離公司 就是醜聞來的 即是我教了中文大學 我去了科技 就蘋果頭條 即是這樣 以前的英國都是這樣 是的 即你在馬沙裏做 不要說高職位 馬沙裏做一個售貨員 然後你媽媽做 那你又會進去做 然後你走了之後 可能你年紀大了 然後你會去做 英皇室也是這樣的 那些裏面的人全部都是 我爺爺已經在這裏做的 就哪怕只是敲鐘 我爺爺那裏已經在這裏敲鐘 我爸在這裏敲鐘 現在我也在這裏敲鐘 是的 所以 以前那些人沒有很 有安全感 很安穩 現在就不是了 即是變了 現在我實在所理解 請回那些人是怎樣的呢 他可以一個星期就失蹤 玩失蹤 還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的 或者是 平均胎就六個月 他以為他就遇到六個月 其實呢 現在那些人怎樣上班 就像那些人怎樣亂改 都是這樣的 是的 你可能說雙戀 一個星期就已經是由雙息 到熱戀 到分手 到不見人 是一個星期的 可能長的是六個月這樣 其實都是這樣一回事 是的 所以現在這個世代 和我們那個世代 真的完全不同 如果你平均胎日做六個月 我爲什麽培訓你呢 你了解我公司六個月都未夠 那我怎樣投資在你身上 什麼呢 將來怎樣呢 就是想不通 還有呢 就是現在的人就開始 沒有人喜歡做長工的 越來越少人 喜歡做 你說應該是九十後以後那些 是的 是的 那他那一代 四份 part time 就不知道做得多好 待會就一走 就走了九個月去了 留留歐洲那一隻 就是 存夠那麼多了 就走了 走了一陣子 變成了整個職場是完全不同了 有沒有想過 撿了六夜林要出來打工呢 當然沒有 哈哈哈哈 因為你會是最好員工 來我們六十後 四十後會是好員工 打也不走 老闆多壞也不走 老闆 給你看完面色也是不走的 現在沒有的 沒有這件事的 是的 現在公司要你走就容易過什麼 是不是 就算你簽了長約 他替你冬菇 或者是 弄到你很沒人 你很容易走的 我想我們現在是一個世界 已經是 那個經濟掛稅到的地步 是大家對大家都沒有承認 沒錯 是的 就算婚姻也是沒有的 總之大家不對 就快點分手 不要痛苦 以前不是的 以前就是 就算我們舊那一代 就是爸媽那一代 很多都沒有結婚的 很多都沒有正式結婚 沒有正式簽過婚紙 真的擺酒 拍婚紗照 沒有這些的 總之大陸下來 然後兩情相緣就在一起了 然後就幾十年了 然後一分鐘 二三十年後才知道 原來大陸已經娶了老婆 有的嘛 很多都是這樣的案子 但是 即使是這樣的案子 都會是大家相依 多不對也好 有情有義 有情有義 總之都是下去不會離婚的 就算大婆二奶 總之不知大陸 香港都是 都是會兩邊family 都是照男人 都會做死狗 都是會 仍然run著兩個family 什麼家庭問題都 總之是撐住 但現在這些東西沒有了 是 是 不可以沒有了 可能有些有的 但是 日漸色微 可以說 那你怎樣適應呢 但是我覺得我那一代是會對自己負責任 即是如果我在這個關係 我覺得我不可以發揮到我最好的自己 也都幫不到你發揮你最好的自己 那這個不是一個好的關係 就是分手 就是分手 所以 其實是 可帆那一代 或者再小一點的 其實他們不是不好 而是他們對於這個關係的處理 跟我們很不同 就是我們覺得一段關係好的就是 那我小死 劈神劈完都會給你還會死定他 但是我無論如何都不會離棄 但是那些新的一代是 不適合就不要勉強 為什麼都要花時間 但我們最多的一輩就是 不開心不要緊 你繼續做 不要跑掉我會死 又要做一個別人 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也想說 其實我那一代 我很多中學同學 其實都是在打工 亦都是在 就算婚姻不是最好的情況下 他們都會妥協 你應該是屬於80後吧? 我屬於80,採界 對,對,對 40,60,80 Roughly 將來怎麼辦? 將來我會看到 大部分企業和政府的機關都是這樣 是沒辦法找人作下去的 對,我覺得這個文明根本是不可持續性的 整件事太高了 現在已經拆了 沒有了那些hierarchy 一層層 自己打自己攻 好像我們的互聯網 不斷向一個更加平衡的社會 如果你說職場的話 舉個例子 現在有些急救這樣說 或者是老師 我以前的男朋友 是做建築系教授 有一天他放工很開心地跟我說 Esta,我終於可以蓋東西了 我說蓋什麼? 學校叫我蓋一道橋 不是說青馬大橋 是說兩個大廈之間 或者一條河之間 很小的河 那一個橋 已經這麼開心 他從來沒有蓋過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危險到 現在你的建築師 教你的學員去建築 但是他所有東西是理論來的 嗯 他是以前在美國的 Top10的大學 讀建築 然後他發現 外面賺食都不是很容易 不如繼續教書一下 就馬著一些教授 然後他跟教授 就馬著幾個很重要的人 然後就令到他喜歡他 於是乎畢業之後 這些教授就 不如你也留在這裏教 那他就讀夠學歷之後 就在這裏教了 但是他在講不是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 你不需要什麼工作經驗 是的 歷史都不需要什麼經驗 因為那真是歷史 但是你講 夠雙隊 你講 建築 那時我想,你沒建過任何東西,你在教建築嗎? 然後他教的是,現在很開心,因為建了一條很簡單的橋 很拿命,很害怕,還有我們香港有多少個行業 有些行業你是可以得過學問,你是沒有任何的經歷,沒有工作經驗,沒有實質工作經驗 你可以繼續教的,有些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很多可以的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很多是青黃不哲,我聽了很多個行業的人的訴訟 就是我們這個娛樂圈,媒介,媒體,譬如報紙 他需要請一些人回來做事,在名校裡請了一些,這個浸X 然後發現,現在的孩子是不懂中文的 可能在百幾二百人,請了兩三個叫做最精英的 然後一看份稿,原來他們是不懂中文的,因為現在的人打中文是打的 我們以前手寫的,所以遇到寫的時候,是寫不到東西的 會的,英文寸字他們不會的 現在可能是一個以前的中學生出來 現在到了四十幾歲了,近五十了 他的英文或者中文是比一個大學生出來很多 不出奇的,因為大學現在是以前的中學 怎麼算啊? 我們怎麼算啊? 不能怎麼算啊? 還有你講職場,還有很多其他危機 譬如AI,現在是機器取代人工的 這個怎麼算啊? 譬如我經常用這個例子 一百年前,在美國有一個農場 請開一千個人去耕田 現在是請四個左右 那九百幾個就怎麼算呢? 譬如一百年前,一個汽車廠 例如Ford那些,譬如是請一千個工人的 現在請四個就夠了 那些人去了哪裡呢? 那有什麼新的行業去取代他們呢? 就是這樣 行業是有的 但是… 但是多多少呢? 大劑那樣的就是 譬如說現在所有東西是網上做的 很多交易 但是譬如你那些被人繞出來 譬如以前香港工業是很蓬勃的 譬如我車開牛仔褲 或者我做開時裝 或者我做開電子廠 要不你就肯就跟上大陸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就自己想辦法了 是,沒錯 譬如說你那個 現在是很多網上賣東西 但是譬如我媽以前在這裡的話 她是車板的 她怎麼可以變成自己在網上賣東西呢? 是不行的,搞不到的 就是有些東西是 你怎麼學都學不到的 是不是怎麼學都學不到呢? 是啊 有些是 譬如我現在最近呢 我是需要在這個 在網上學招生的 嗯 嗯 利用這個社交媒體去學網上招生 OK 我們可以一帶一路 我都是不懂的 嗯 因為那個mind 我們的mindset 嗯 是不知為什麼的 總之她 不相信你不懂的 真的 她這麼聰明 真的不懂的 你是研究到的 可能是用這麼大的能量 去學這麼少的東西 因為真的 我們的mind入面 是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沒有那樣東西在裡 所以我的朋友 他不是也是白喉嗎 他說 很簡單的 我們就拿給你自己看完就做吧 蛤? 蛤? 我看完之後 怎樣啊? 那顆按鈕在哪裡啊? 那我就要 這裡擺個電話 這裡擺個電腦 然後在那裡按 然後在那裡做 按在那裡做 這樣啊 都是不明白 然後她親自坐過來 來到這裡教 我教你 很簡單而已 這裡找這個按鈕 然後找這個按鈕 那我就要逐顆按鈕 就是 step 1 就是左躍床 我也是這樣啊 然後step 2 就是右下角 就是step 3 但是 到我做一下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step 看不到 或者總之電腦不同 擺臉 那你就 那你再google一個新東西 為什麼那個step不成功 那你說我們已經是 有個學位 讀過書 見過世面 你不肯放下那個學位 我意思是說 我不是蠢人 你怕得太快 你不要那麼快 我意思是說 我本身都不是一個蠢人 我也有很多經驗 都不明白 嗯 我跟他完全一樣 也是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恐懼的問題 是 不是恐懼的問題 是 大家真的不同構造 是不同構造 但是你可以變遷 這些就是我們跟我們不同的地方 他們覺得是變得的 我們 你多明白一些 所以我們跟媽媽 為什麼相處那麼好呢 我不假設她明白 我跟媽媽很好的 有時候媽媽說一些 一樣的媽媽 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樣做不到 很簡單而已 這樣就可以了 嗯 例如是打電話去 查 你的行戶口 那些 媽媽是怎樣都不會明白的 嗯 然後跟著 你教了很多次 她都是不會明白的 然後你覺得 沒理由不明白的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到我自己 嗯 開始在這個位置 嗯嗯 就是譬如我移生宅 說一些東西 很熱的 那就可以了 嘟嘟嘟嘟嘟 這樣 你再說一次 嘟嘟嘟嘟嘟 這樣 不明白的 嗯 就是她可以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那樣東西 是 譬如長哥 如果用電腦來說的話 長哥或者我長哥的爸媽 可能是一頭 嗯 那個UBS 然後長哥是二頭 我是四頭 你是八頭 嗯 所以對於你們來說 有些東西很容易明白 你是不會明白 為什麼我們不明白 嗯 是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危機 我就發現 就是現在新一代 就是 她們是在電腦上長大的 是的 那 80後叫做Digital Baby 就是她們已經是聽CD 已經是沒有錄音帶 沒有那些Record 剛才你說的那些 她們就很發達 那些 但正正是這樣 他們想法跟機器一樣 變成沒有了這些創造力 沒有了直覺 沒有了那些 就是差了很遠的了 我發現 一定是這樣的 有些東西厲害 有些東西差了 我們就 科技那些差了 但是譬如說 80後打後 80後 90後 千禧那些 就是接收很多資訊 是 然後那些資訊怎麼用呢 嗯 就是一個問題了 那其實應該呢 老中青 或者我們不同的年代 是要互相配合 是啊 然後我們就用我們的智慧 去教他們 嗯 然後呢 可帆那一代呢 就用他們的 蛤?為什麼要明白 他的IT教我們 這樣 不是一個IT 是一種想法的方法來的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來的 就那個想像力是差了的 他那個LEEPING 差了很多 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們讀DESIGN的 OK 我們那個年代呢 在Poly 我是85年 就沒有電路的 是 我們以前讀DESIGN的 怎麼讀呢 是有本A3的 那些叫做 那些DRAWING PAD 然後跟著呢 好了 就要 有個廣告方案 這樣就開始在那裡想 啊 怎麼可以買這罐啤酒呢 怎麼推銷這個奇異果呢 這樣 然後你就拿一張紙去想想 然後想到想不到 下餐廳想想 再想不到 去大自然 或者去聽 就是以前讀DESIGN 音樂和電影是分不開的 是互相去 是互相去 那然後就找Idea 然後再回來 鬥鬥鬥鬥 鬥完大餐之後呢 通常是怎樣呢 就是原來第一個Idea 是最好的 這直覺是 通常都是這樣的 但是可能 我講我答Layout 已經想到那麼多 然後跟著 那很多人 在DESIGN裡面 就有個說法就是 啊 反正都是第一個最好的 咦 為什麼要go through其餘的50版紙呢 這樣 就只是交頭一個就可以了 那有人是會這樣做的 然後我們後來就發現 不是的 當你畫了一個 然後跟著你go through那個 50張 另外那個50張A3紙 之後 你再回來這裡 你這個Idea是很實的 嗯 好了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Poly Design這麼出名呢 就是因為我們根據 德國的Bauhaus School 的Thinking Methodology 訓練出來的 好了 然後到我們畢業的時候 我們發現 那現實不是這樣的 現實是每一次開工呢 不會有A3紙放在你面前 not even A4紙 然後跟著就是 剛剛我們畢業呢 就是90年了 嗯 就是一做事又怎樣呢 好了 老闆說你設計這件事 無論是個瓶 是個地產catalog 或者是個什麼都好 那你就拿著那個brief 然後呢 就去個電腦面前就坐在那 嗯 就開始先畫個框 然後就在那裡做事的了 嗯 嗯 然後我就發現 嗯 你都交到貨的 我們都交到貨 一樣是件事是完成的 對 每個客人都會收貨 但是整件事是很dry的 嗯 同意的 很dry的 始終是讀了我的書 5年 5年 每一天8點半上學 11點鐘離開圖書館 回家 那裡是很多工作 嗯 很多很多工 然後我看地鐵的廣告 無論是多大一個 地鐵很大的燈箱 你看起來 沒有point的 全部都 沒有啊 沒有point 沒有性格 沒有character not even problem solving 就是沒有解決問題 然後這個汽水廣告 是可以 任何一個汽水都可以 是啊是啊 有時候的廣告都不知道 但以前我們是說USP unique selling point and then說branding 等等 沒有了現在 嗯 但這個不是代的問題 這個是不夠創意的問題 嗯 社會發展下去是這樣 因為 沒有什麼老闆會讓你慢慢在那裡磨 嗯 沒有了 我發覺整個世界就是 那些東西是要快 要便宜 要講速度 嗯 但是已經沒有了很多的神韻啊 很多的味道啊 有些東西是要拌一下拌一下拌出來的嘛 嗯 然後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了競爭力 就是你想像 你看到一件事 那件事是Made in Germany 或者Made in瑞士 或者Made in挪威 VS Made in China Made in Cambodia 嗯 你只是聽這件事 那當然是北歐的東西好一點的啦 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五六點下班 然後人工又很好 然後他下班後回家沒有什麼做 他又繼續磨那件事 為什麼他一個眼鏡框會設計得那麼漂亮 為什麼意大利是意大利呢 就是因為他一個螺絲粉 他是用Architect來設計的 嗯 然後我們發現日子來了之後 不是的 其實大家都是要負上那個沉重的代價 就是我們的城市 我們的地方已經沒有了競爭力了 嗯 我們一直想了很長時間 夠鐘啦 哈哈哈哈 好了 廿分鐘轉眼大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 然後回來再講一下工作的問題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